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東女中的張品妃 經過這三天的營隊 我覺得我學習到了很多 因為從一開始 我是一個很不自信的人 而且在口語表達上面 也是一個非常 不會用自己的語言去形容的人 所以我很常因為口齒不清新啊 一緊張就會開始收腳並用 而且沒有辦法把真正想表達的 表達給台下的觀眾 經過這一次的營隊呢 我學習到了很多 能夠在講台上 自信的表達自己想表達的 然後能夠把所有的思路啊 什麼的都在腦中 先調節的很完整 再表達給台下的觀眾 不會口心不一 然後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讓台下的觀眾也沒辦法 接受到我自己想要表達給 大家的話 所以我很感謝威力老師 在這三天教給我的這一些能力 還有到TPPBS之後 我其實對於這些設備啊 這些在現場其實看得非常震驚 因為我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在新聞上面的畫面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 很感謝有這一次機會呢 讓我站到TPPBS裡面看到這樣的畫面 我覺得非常珍貴 而且我也非常珍惜這一次的經驗 然後也很感謝來的這兩個主播 他們也用他們的專長呢 告訴我們一些關於主播的一些經驗 或者是表達的能力 也讓我在現場真的學習到很多 也看到了他們的專業度 而且才讓我知道說真的站上新聞主播 這一個方向是真的很難的 而且我是第一次站在這上面 我有時候真的就是在台上台下看覺得很簡單 但是自己上來的時候真的很難 所以也謝謝這一次的活動 讓我能夠更清楚了解主播真正 真實在現場的狀況 然後也謝謝領導 然後讓我有這個機會呢 能夠加入這個營隊 好 然後謝謝大家